活跳墙 明末清粗的时候 广州有位达光贵人 非常讲究饮食 家里专门固有上等厨师 三天两头白酒设宴 款待宾客 凡是山珍海味 飞禽走兽 只要说得出名字的 他都吃过 凡是京都名菜江南特产 只要听到过名称的 他都尝过 连什么玉扇佳肴 他都不以为奇 有一日 他又要宴请宾客 叫厨师做个新花样的 还说 要是做不出新花样来 就撵走他 这可难为了他的厨师 不知道怎样伺候他好 这厨师在他家 已做了好几年 什么拿手好菜都已出过 为了这位达光贵人 那张嘴巴 也不知好为了多少心血 想到自己就要为他辞退 没有心思再做什么佳肴 干脆就把厨房里现有的 鸡鸭鱼肉 生爆燕翅 羊肉狗肉 鸡肝鸭肾火腿 腮策鸡鸡肠二 面骨 绍酒 姜汁 生抽 老抽 统统倒进锅里 又包又炖 给他来个一品锅 谁知道 菜炖了一上午后 一箱扑鼻 谁闻到后都连连说 好香好香 这关底的隔壁 是一座和尚庙 庙里的和尚 虽然常常闻到关底里 传过来的鱼味肉香 但出家人不持婚心 说声罪过 也就过去了 可是今天闻到这特异的香味 竟不住一个个流下口水来 有个小和尚 偷偷地爬上墙头 想看一看 煮的究竟是什么好菜 他正四处张望着 被这个厨师看见了 厨师看到一品锅的一箱 把那和尚也诱过来了 心里笑着说 小师傅 你 这一叫 可吓得那小和尚 一咕噜从墙上跳下去了 开宴了 菜一上席满是芳香 在座的宾客 没有一个不大家赞赏的 那个大官人亲自尝了尝 也觉得鲜美无比 脸上显得很事得意 众人问起这道菜的名字 厨师想到刚才那馋醉和尚 跳墙的情景 脱口挨出说 叫佛跳墙 佛跳墙 好 佛跳墙 就这道菜就传开了 后来成了来源酒家的传统菜式 一直流传到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